三倍券要怎么花 你想好了吗 用在旅游身上 还没有想到 没想好没关系 如果你有计划要来台南走走 不来到古迹 似乎是有点可惜 现在台南市政府 把八个古迹经典的门票 通通打包 让你不用选择 虫名鸟叫 环境安静优雅 位在安平的树屋 十九世纪末期 是放置盐的仓库 将近四百年历史的安平古堡 有料望台 红砖墙 就在树附近 还有历史同样悠久的赤坎楼 其他像是一载金城 水稻博物馆 还有台湾船园区 佐镇化石园区 和水胶社文化园区 这六到八个景点 推出了套票 五百块 两百块的三倍券 都能用 还加赠 卖得吓吓叫的古鸡零食 这包成功洋芋片 别看它不起眼 两年多卖掉了三十七万包 制胜点心面 一年多卖掉了二十八万包 因为吸引我的 算起来大人这样子 蛮划算 带着小孩子 真的非常的便宜 这个疫情的状况 也是因为因应 这个三倍券的发行 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 到年底为止 古鸡加上文串点心 抢三倍券是否号称历年来价格最优惠 而安平山圈很多伴手里业者也都准备好 要民众里到三倍券之后 千万记得来光顾 要多买一些 利用消费券有优袋 卖密件的业者早早推出三倍券的优惠 隔壁卖地瓜酥的书仁不书镇 这一代三包装有地瓜酥 有黑糖和蜜汁地瓜 消费者一次带走就有折扣 像是这一间半国志玲姐姐婚宴的酒店 中式餐厅推出了指定套餐 龙虾泡饭加上樱桃鸭两吃 使用三倍券的话 算下来差不多七则左右 等到三倍券上路之后 民众不怕没地方花 就怕选择太多 三连区黄之中和盛凤还能报道